做法 但第一个特别注意呢 我们如果说 要 在每一列的下方 但不是说叫你按右键 去做什么插入一个 空白列 的动作 因为你插入了空白列之后的话 那你要变成你要每一列每一列都要做 所以比较快的做法是这样 如果不写程式以前可能会用写程式的方式解决 但是如果你不想写程式的话 我先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习惯上 第一个呢 会先做什么呢 第一个 我会先把那个 这边旁边 在M栏的地方呢 多一个排序 的栏位 那这个排序栏位做什么呢 我给它一个简单的名字 Lumber 然后呢 我就输入1 到31 所以向下填满按Ctrl键 1到31 OK 然后底下这些说明把它删掉 底下说明 这没有用删掉 OK 然后呢 再做什么呢 再把1到31这边 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要做什么呢 把它贴到底下去 贴上 那贴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你得要做一件事 按照什么呢 资料里面的什么呢 排序 那排序的话 按照哪个栏位呢 按照 我们的 这个最后面这个栏位 Lumber 我是给它取个叫Lumber M-U-M 然后呢 值的话呢 是把它什么 按确定之后 它会有个效果 什么效果 1到31 1到31 下面还是1到31 那下面的1呢 会跑到 什么 上面那个1的下面 下面那个1是空白 有没有 空白列 所以它会移到哪里 移到那个下方 按确定之后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的1 就做出来了 对不对 不过呢 你做排序之前 可能要注意一件事 什么事呢 因为我们的 每一个资料 是跟着上面一个储存格来的 所以如果你重新排序之后 你会发现 里面的资料怎么样 全部变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跟着上面 所以怎么办呢 感受一下 在排序之前 请记得 先把你里面的资料怎么样 先 把它 复制之后 因为它里面是公式嘛 对 所以你要把公式 变成值 所以做法是 1 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选起来 2 复制一下 再怎么样呢 点 A2 然后按右键 或者是那个常用里面也有啦 选择性贴上 有没有 只有什么呢 只有值 就把值贴回去就好了 那公式就不见 这样子的话呢 将来你怎么排它都会乱掉 因为它不是公式 它是值 可是 问题就是将来它也不会跟着变 对对对 所以你要做那个 这个动作之前 你可能就是 先产生一个新的 粘力 然后再去插入 OK 插入那个 空白 OK 确定 好那全部把它贴回去 变成值之后的话 再来做什么 才去做排序 排序的话呢 在资料里面的排序 然后按照那个LUMBER这一栏 做排序 排序一样 由大到小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呢 它就会自动帮我按照我要的方式排序 然后你再把最后这一栏怎么样 把它删掉 因为这一栏其实只是 暂时性的 为了什么 增加 空白列而来的 未来当然还有什么 可以调整的 比如说 那个列高 你希望列高一点 你可以在 排序之前把下面那一列的高度调大 它排完 或者是还有什么 其他反正就类似的变 如果你要两列 那你就是 再复制贴上一次 反正变化 这个部分的话 很多的那个 可以改变的 然后呢 不过 会有个地方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 刚才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 就是 先在那个栏位里面 后面呢 加上一个 1到30 1到 31 1到31 然后重新排序 不过排序之前呢 记得要 把 你刚刚的范围 选择性贴上 只有值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那 最后的话 不过我做完之后 请你把它删掉 但是 还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 礼拜六 的 格式 有没有 它好像会有个问题发生 什么问题呢 礼拜六的格式 它好像连那个空白的地方 也把它当礼拜六的格式 这个好像之前也有 有没有 那这个也要解决啦 这个要怎么解决 记得呢 那 最后做完 如果礼拜六的部分呢 格式也要把它变成 没有 那个格式的话 奇怪这个问题 为什么发生 其实也 目前还没有那个 只是知道说如果你要把 像这个地方的 空白 也都变成没有格式 变成白色的话 那你可以在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 再把它改一下 管理规则里面 把礼拜六这个格式 稍微改一下 改什么呢 当它要格 当它要格式的话 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是礼拜六的 这个 这个公式 第二个 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 而且 不是 空的 因为你会发现 这边 会多一个什么 空的 那我其实可以从这边去做修改 因为设定格式化条件 它把那个空的也把它当成 7的 这个可能是weekday这个函数的问题 那如果说呢 我们要改的话 其实可以想想看 那个逻辑是应该就是 这边可以设一个什么逻辑呢 如果要设定格式化 的条件 第一个 它一定要是 就是 离拜六 等于7 而且 不能是空的 所以 这边你可能要加一点什么 而且 还记不记得 这个里面可以用什么 用end 对不对 end 两个条件 第一个 这个可以放到这边来 到底 它不能是空的 空的是这样 不等于是这样 不等于空的 OK 那可以试试看 理论上 这样一下都做完了 可以把 里面的 空的 也全部变成没有格式 就是把那个 这个公司 外面包一个end 钱瓜糊 然后 第一个条件是 一定要是 礼拜六 逗点 而且 不能够是 怎么讲 有资料 就是 不能够 所以不等于 那就是 A2 不等于 空的 第2个条件 后瓜糊 OK 所以 我记得好像这样做完就按确定 他就可以帮我把 刚刚那个 空的部分 也不格式 所以其实我这边按确定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再按个套用吧 那你会发现呢 做完之后呢 他就会 蛮听话的 把那个 原来空的里面 也变成没有 其实我刚刚 主要是改什么 设定格式化里面 管理规则 记得用管理规则 进来修改 修改的方式 记得是编辑规则 用编辑规则里面 那我是改了这个 就是 多了一个end 把这个 干脆把这个贴到这边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 设定格式化条件 重新编辑之后 本来是 等于weekday 那我要 设定格式化前提是 两个条件 礼拜六 而且 不等于空的 因为他刚刚主要是这个 他等于空的 也 帮我格式化 所以我干脆用这种方式把它避开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最后的结果啦 当然如果细节啊 将来如果你要运用的话 自己再去做一些调整 我想 这样的一个 黏力 你可以再配合那个什么 复制工作表 Ctrl鍵按住 就可以很快的 产生很多个黏力 那你可以针对那个黏力呢 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还蛮方便啦 所以尽可能的啦 工作里面呢 能够派上用场 那慢慢你 我想你多做几次就熟了 像这种东西呢 最重要还是要经常使用 用久了大概就会 比较知道怎么样变化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有关那个 黏力 那我延伸 补充 如果要插入空白列 该怎么做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部分 延伸的那个 变化 然后 重点 最重要其实就排序啦 排完序之后 就 把它怎么样 排完序之后 记得就是 在 排序之前要选择信贴上 那排完序之后的话 记得怎么样呢 就是把那个 礼拜 那个礼拜六的规则 把它重新编辑一下 他做出来结果 就会是没有 我是在 设定格式化条件 管理规则 针对 礼拜六的部分 编辑规则 这里的话 请各位 试一下 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